文化 在現場進行的是公開女子組第五級金牌賽 白色選手為來自國力體大的黃毅婷 蓝色选手为来自文化大学的陈立安 担任这场的主审裁判是郭建林 副审裁判是王子正 蔡佩芳审判委员许克平老师 对这两位选手来说呢 今天这是一个难得要夺得金牌的机会 去年两位都没有成绩 没有拿到奖牌 今年要争夺金牌 好 黄奕婷想要做一个动作 很试探性的又退回来 没有很大胆的想做 陈立安做一个内阁 赶快退回来 因为如果你自己走出去的话 是会被判处罚的 这一个外决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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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勒紧的动作 但是手是被黄奕婷给控制 好 做一个内队但是被反摔 反而被进入了加沙压制 陈立安转身了 用八秒解除的危机 但是因为必须要压制十秒以上 可是黄奕婷没有放松的 想要进入关节 直入关节 虽然是在场边 可是有效的进行 就会继续进行 这时陈立安也想把自己的手给扣住 不让对手有机会进入关节数 刚刚因为他做了一个内腿 反而被对手给反摔 所以目前领先的是黄奕婷 遗之有效 时间还有一分五十二秒 这时 这是落后的陈立安 时间只剩下一分三十秒 一定该要直指脊椎 要做攻击 有效的攻击 没有攻击是没有办法 有机会反胜的 但是黄奕婷也不放松 不放松的给控制 不容易 要给他失速 这时 双方将持住 没有有效的进行 现在时间还有一分钟 扫脚不行 退回来 但是 这个应该要大胆一点 已经落后的话 必须要追了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有机会的 那当然 黄奕婷也想保持领先的地位 这时 双方都没有动作 裁判喊停 他认为 白方的黄奕婷领先之后呢 有保守 希望他能够积极 那裁判认为说 两方都没有攻击 所以双方都应该判 这次做了一个锅肩摔 时间剩下25秒 时间剩下25秒 陈黎安能不能够 有效的攻击 在这最后10秒的过程当中 但是不能放弃 这个动作呢 上半身没有控制 反而给了黄奕婷 一个进入请记的机会 时间只剩下10秒钟 没有有效的进行 所以 裁判喊了吗 还有7秒钟 能不能有效攻击 当然不给机会的黄奕婷 陈黎安反而被控制住了 时间终了 时间终了 恭喜国立体育大学的黄奕婷 获得女子公开组 第五级的金牌 谢谢大家